中央电视台 天津电视台 天津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各位观众晚上好 现在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 向您现场直播第43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 今天是由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在瑞典男子乒乓球队 他们经争夺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四维斯林碑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场上的气氛都很热烈 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 但是大家都已经很早就来到这里 感谢观看 观众朋友 今天两个队的抽签已经抽完了 中国队要的是客队 这个和中国队一先想要抽的这个签呢 是完全一致的 瑞典男子乒乓球队要的是主队 瑞典队出场的三名队员 是马尔德内尔 特尔森和卡尔松 中国队出场的三名队员 按照顺序是王涛 马翁格和丁松 所以这样整个的排阵 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盘将是瑞典的 马尔德内尔对中国的王涛 第二盘是瑞典的佩尔森 对中国的马翁格 第三盘是瑞典的卡尔松 对中国的丁松 第四盘将是瑞典的 马尔德内尔对中国的马翁格 第五盘是瑞典的佩尔森 对中国的王涛 观众朋友 现在是我们的电视导演 特意给您一些 中国男子低膀球队 他们在比赛之前的一些特写镜头 您可以看看这几个队员了 这是瑞典男子冰方球队 这是法案 费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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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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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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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